有个网站是可以投诉的 就是只要你是消费者 只要他们是服务者的话 有个网站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然后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我就在他们也说 我要去那个上面投诉 如果他们再不把我处理好的话 结果他们立刻马上就给我处理了 我们刚才讲那个 就是美国有很多坑的地方 全力都靠大家自己争取 我们可以跟我的听众们 或者我的观众们 然后分享一下 我有一次体检的经历 然后账单一出来 保险已经cover完以后 居然还要交一千多刀 而且是常规的年检 这种基本上保险其实是全cover的 是不要任何钱的 结果他就给我一千多刀的那个bill 我看了以后我都好生气 然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他说code弄错了 结果code一改 我就根本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银行有时候扣你的钱了 就是不是 对对对 你有被扣错钱过 不是扣错钱 我有两个count 就是check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 checking account就是 他们俩在一个银行下面 然后我的checking account 有一次 我就不小心写支票 写多了 就是比如说我 那个checking account里面 只有100块钱 我写了200块钱的支票 那个就成付的了 但是我的saving account里面 有很多钱在里面 后面我就打电话说 我是一直是你们的客户 为什么要扣我的钱 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以后 我立刻就把我的那个saving account 里面的钱 转到那个checking account里面了 这个就是很不合理 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当时我也没有底气说 你必须把我的钱还回来 因为确实是我没有小心 就是把那个写的支票 写的太多了 然后没有把我的两个账户 好好的维护好 结果他就说 这种事情没有问题 立刻给你还钱 我们现在已经 把你的账户弄了一下 以后呢 如果你的checking account里面 就是余余不足的时候 自动就会从你的 那个saving account里面 转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 就这个就是 我也学到了 就以后也不怕 自己写日票写过了 或者转钱转多了 那种情况 就是所有的各种服务什么的 给你那个结束之后 给你调查问卷什么的 你都会就是回答他们吗 给银行打电话之后 银行会有个 之后会有个回放啊 什么之类的 我会啦 就是一般就是 如果服务比较好的话 我都会 我都会给五星好评 哦 还有一个经历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租房子的一次经历 我一直跟他们 死磕到底的那个一次经历 我当时给了押金了 租房子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押金 等到我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检查房子里面 有什么维修的地方 或者是坏的地方 然后就从里面扣 剩余的钱 他会还给我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给我把那个支票记丢了 我没有收到 他就是说 这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会给你再记的 但是呢 都快一年了 很久了以后 然后他还是没有给我 其实说实话 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我也不缺那个钱 但是呢 就很过分就是态度 然后我是第一次上了Google 给了他们插评 然后把他们种种劣迹 放在上面 我看了很多人在上面评价 因为有的人也是 就是支票记丢了 然后没有给他 然后他们也是不管的那种吧 有个网站是可以投诉的 就是只要你是消费者 只要他们是服务者的话 有个网站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然后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我就在上面也说 我要去那个上面投诉 如果他们再把我处理好的话 结果他们立刻马上 就给我处理了 就这种事情就是 你要不强硬一点的话 他们就是 柿子减软的捏的那种感觉 我是那次第一次给别人查评 其余的时候 别人如果服务好的话 我都会给好评 我好像就服务好的话 我也不会去做这个调查文卷 服务不好的话 我也就算了 也没有心思再跟他纠缠了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就是服务好 你也不评价呢 好像就是跟国内买东西的习惯一样吧 就不评价就是默认好评这样 OK 我买东西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如果是没有评价就是默认好评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会默认好评 但是如果别人让我就是打个心的话 我就会立刻打 如果说我们五分钟问院的话 十分钟问院的话 其实我就不想盯着手机在那边 给人家就是点这个点那个 就是除非他真的是很出色 解决了我什么大麻烦 然后我就 那就给他搞一搞吧 然后这样的话能提升他的业绩 因为这样子可能对他也好嘛 就是那个人服务的态度比较好的话 他确实拥有我的好评 可以拥有我的好评 可以给他有更多的客户 如果给他升职加薪那最好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但是差评的话 我就那么一次 就差评了一次 其他买东西即使再坏再不好什么的 我都没有就费心思去评价这个那个 我是连退货都不会退的人 非常能忍 你也太好了吧 我就喜欢这种客户 以后经常来我们这边买东西吧 如果我以后卖东西的话 但是我现在不卖东西 主要就是觉得 可能已经浪费了钱了 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就不想再浪费看到了 就不想再浪费 就不想再浪费 我同一点 我就在浪费 我可以不确定 我都可以不帮定 你到底是一点 你把我的水 就是你